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惊爆 巴勒斯坦活动家这样定性哈马斯 瑞士打脸着实有点疼 打到北京七寸上 大陆芯片又传噩耗 拜登给小弟生路 反害一大场送命 复旦教授说 中国政府浪费的钱不如给老百姓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美国时间10月12号 星期四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个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情报 巴勒斯坦活动家这样定性哈马斯 阿波罗网记者唐宁综合报道 被欧美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 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 以色列反击 空袭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目标 巴勒斯坦和平活动家 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 巴勒斯坦人权监测组织的创始人巴森伊德曾说 哈马斯没有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任何成就 他只是将巴勒斯坦人当作人质 同时宣扬恐怖 美国评论员二大爷在11号在X平台发文说 有很多人说 只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不谴责以色列的轰炸 这是双标 他的看法是 或许这个问题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成立 比如二战中 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 炸的也是日本的平民 但正是这两颗原子弹决定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让战争得以终止 他不仅是拯救了美国大兵的生命 更是拯救了无数在亚太战场的中国人 菲律宾人 台湾人 东南亚人 甚至是日本人的性命 但是甚至可以说 他是日本摆脱军国主义的玉碎疯狂 走向新生迎来和平的开始 作为受害最深的中国人 你会不会去谴责这两颗原子弹 他举例说 当年左宗棠平定闪肝悔乱 对那些疯狂屠杀汉民的暴徒 同样的手段暴力回击 最终才平定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图路 我们要不要谴责左宗棠 他认为 恐怖分子在翻下滔天罪恶之后 必须遭遇清算 这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在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同一天 11号在X平台点评说 哈马斯前领导人号召全球力量起来 对抗以色列 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阶级起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习近平号召谁呢 号召全世界小粉红行动起来 在网上骂人转五毛钱 还是号召全球华人起来 对抗西方世界解放台湾 当然 作为共产主义领导人 习近平也可以号召全球无产者起来 解放全人类 瑞士打脸着实有点疼 打到北京七寸上 第五次中瑞劳工对话 瑞士呼吁中国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 劳工权益及基本原则 作者我就是七叔 转文说 瑞士在会议上强调 八小时工作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同样 这是官媒几乎没有报道 就算有 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嘴 里面敏感话题是能胜则胜 参考外交部的表达方式 基本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只是瑞士这下打脸着实有点疼 打到七寸上了 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这么多年一直很难得到保障 这已经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 可以说八小时工作制 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劳动者向往的乐园 尽管我们有完善的劳动法来保护劳动者 但是没用 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永远是被动执法 坐在办公室等受害人送材料上来再做判断 主动出击不存在的 毕竟国民经济就是靠这些毛细血管顶着的 要知道这些中小微企业承载了80%的就业人口 最终产值只有整个社会生产总值的20% 可想而知他们活得有多艰难 碰了立刻死给你看 这次连瑞士都看不下去了 提出保护老公基本权益 这跟当初马斯克说的 对自己的同胞要好一点是一个意思 如果觉得跟欧洲国家比有点遥远 还可以跟越南比比 根据2022年越南居民生活水平调查的诸步结果 越南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为460万越南顿 同比上涨9.5% 按年计算的人均收入在5520万越南顿左右 大约是人均GDP的57.64% 人家虽然赚的绝对值不多 但是工资占比高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研究太深 不然心里堵得慌 大陆芯片又传噩耗 拜登给小弟生路 反害一大厂送命 美国政府已决定 无限期豁免南韩半导体大厂三星与SK海力士 在大陆的工厂能够使用美国设备进行生产 不受到出口管制禁令所限制 也不需要额外申请许可证 此举被视为美国制裁的重大让步 专家分析指出 此事将不利于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大陆记忆体芯片厂 无法吃下南韩厂商留下的市场空缺 南华早报报道 位于北京的研究机构刊东的研究员梁振鹏表示 华盛顿的最新措施 对三星与SK海力士带来巨大的福音 它们可以借此稳定市占率 并保持它们在大陆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 半导体产业顾问机构IZ West则认为 大陆半导体厂商将因此时陷入不利 这项豁免还有利于先进设备厂商与原材料供应商 反而不利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大陆厂商 因为如果美国没有给予豁免 长江存储将从中获利 进而取得市占率 报道提到 记忆体芯片市场中 DRAM和NAND FLASH等产品都已经被标准化 所以市场竞争激烈 很容易被别的厂商取代 所以贴近市场需求相当重要 这也是三星与SK海力市 极力争取大陆豁免的主要原因 台经院沉浸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指出 对于三星与SK海力市而言 可说是松了一口气 但长江存储的业务可能会更加停滞 虽然美国给予豁免权 但三星与SK海力市 加强大陆投资的机会并不高 不太可能投资新工厂 复旦教授说 中国政府浪费的钱不如给老百姓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11号刊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专访 探讨当前中国经济难题 张军说 中国有6亿人的人均收入在人民币3000元以下 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 这跟国力不匹配 既然我们的国力可以动辄就花上几千亿 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 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呢 他说 从整个收入层面看 现在劳动收入还太低 建议中央政府把投资的预算压缩 然后腾出一些支出 去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福利 比如把腾出的15至20万亿元 用于支持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和福利项目 张军强调 这些钱可以用在政府负担育儿成本 从生育到幼儿园小学 由国家买单 义务教育从9年变成12年 大幅度提高用于老人赡养的抵税额度 甚至直接以现金方式发放到老人或者家庭账户 他表示 大量农民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元左右 这说不过去 是不是可以涨到1000至5000元 地方每年投资浪费的钱都比这些多得多了 阿波罗夫频道视频今日内容是 哈马斯突袭前埃及曾警告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怒了 以色列料狠话 将哈马斯连根拔起 能吓阻全球激进分子 以要太平加沙 加沙能成为斯大林格勒吗 中共很多政治规矩被打破 三中全会到底还开不开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感谢会员的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分享您的见解 也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